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自從濕疹好之後,我一直都注重養生 效果不錯 身體越來越好,少了病痛 也有很多毛病慢慢改善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很推廣養生給大家 自己做白老鼠,試了一些又便宜又簡單 而且又有效的方法,都會拍片分享 去年我分享了一些食療、燉湯、養生茶 甚至乎個人生活習慣給大家 有朋友跟著我一起做之後,都告訴我 手腳冰冷的問題改善了 或是驚奇不舒服的問題都慢慢消失了 我是很開心的 覺得自己拍片又可以幫到大家 然後我們的身體和生活都可以一起改善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生活習慣實在太忙碌了 或者是個人太懶了 有些的養生茶或者養生湯水 甚至乎是浸腳都覺得很繁複 沒有時間做 究竟有沒有一些再簡單一點 又可以做到 令身體變好的方法可以再分享一下 今天我就想來個終極版本 躺平都能夠養生 真是為你們而設的 沒有藉口不做的了 不需要很多勤力 又是又便宜又簡單 而且每天都做得到的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是什麼的話 今天這條影片應該不會太長的了 因為要介紹的話 一分鐘就講完 但是我決定挑戰一下自己長戲的功力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個 如何躺平都可以做到養生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要分享的養生方法 是適合什麼朋友 可以改善到什麼問題 例如你晚上比較難入睡 會有失眠問題的朋友 或者是經常尖寒尖凍 手腳冰冷 很容易作感冒的朋友 甚至乎跟之前一樣 都是一些經痛 經期不舒服 血氣不通的朋友 都可以試一下 材料非常之簡單 只有兩樣東西 其中一樣 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要買都是很便宜 而且很容易買到的 我自己這個都用了六七年了 就是暖水袋 是不是突然想翻眼了 對呀 就是暖水袋這麼簡單 不需要用我手上這個 我用到膠都變黃了 它不是全宇宙最高質的暖水袋 一個很普通 在雜貨店 可能二十多三十元 四十元 總之一百元 都一定買到 可以用到非常之久 然後第二樣的材料 當然是裡面的熱水 不知道大家什麼時候會用暖水袋呢 天氣冷的時候 把它放在皮膚裡面 暖粒粒 或者是經期來的時候 把它放在肚子上面 舒緩經痛 其實暖水袋 只要你好好利用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養生工具 要做的事很簡單 首先就是打開暖水袋 加入熱水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放八十至九十度的水 曾經試過一百度是熱到燙手的 還有加水的時候 你都要注意不要到塌塌最滿 因為你關上蓋 可能手不小心一瞇 水流出來的時候 都會燙傷手的 最後當然就是關緊的蓋 扭緊一點 還有要檢查一下 也都是 不要用自己的手來檢查一下 在一個瓷盤那裡捏一下它 抖一下它 沒有水流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開始這個躺平養生之旅了 把這個暖水袋 淋睡前放在下腹的位置 即是哪裡 肚瓷對落 也是我們肚腩的位置 放在這裡做些什麼呢 嗯 玩一下電話 發一下牛鬥 看Netflix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躺著 暖著 這樣就養身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很快的 大約兩三分鐘 你已經會感覺到暖熱 慢慢由肚子散發去身體其他部位 至於呼多久呢 風劍油人的 我自己就是一出劇的時間 大約45分鐘 你可以半個小時 或者你想敷到它自己不熱為止 攤涼了才拿走都沒問題的 注意一點就是 如果覺得太熱 辣到很辛苦的時候 你就拿開它了 不要硬來 記住是以舒服為主的 除了下腹之外 另一個位置我也是非常推介 就是敷我們的尾嚕骨 這個無論是男也好 女也好 都是大陣來的 我們經常都坐在這裡 在辦公室工作 或者是很少運動的話 通常血氣都不是特別好的 都市人明白的 所以我們敷一下大陣 令到血氣運行一點 由腳、垃圾、排毒做得好一點的話 身體都會好一點的 你喜歡一天敷完這裡半個小時 又敷一下尾嚕骨半個小時 又可以 或者你喜歡今天敷一下 明天敷尾嚕骨都可以 總之你每一天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你這樣敷一下 又舒服又暖 又可以養身 何樂而不為呢 還有 我們敷這個肚腩的時候 是可以幫助減肥的 因為我們的肚腩是儲存脂肪的地方 經常都會好像冰冰的一個冰箱 我們使它可以動動一下 給它一些熱力 給它動力 我們再加上平時做運動 一定會時半功倍的 對 大家平時吃的東西 你也知道的 魚生壽司 沙律 山晚野 冷的甜品 你不要說你沒有 吃得多 對身體不好攪拌 雖然我們敷暖水袋 不是一個藥物 它不可以根治這個問題 但是攻寒 或者是個人手腳冰冷的問題 純粹一個動作 可以慢慢改善一下 真的可以做一下 是不是很厲害 是不是很長期 敷個暖水袋 都可以說到整條影片那麼長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都可以找到一個又便宜又方便 每天都做到 還可以對自己身體好的養生方法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令到大家 重新有個新一年 有個新的生活習慣 我們一起養生 一起變好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天三天 還有日間到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